女朋友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了 我都找到老婆了 好优秀啊 对了 刚刚在池塘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还在我前面两个小姑娘 是其他所的 我听见 他们在讨论我 你都有粉丝了 你跟我炫耀啊 我怎么会找你 你需要粉丝 我今天有一个小姑娘说 她对我幻灭了 你干嘛了 你让人家都对你幻灭了 她这么说的 今天在会议室外 碰见了余总 没想到余总 看上去那么学术的一个人 手机桌面 居然是女明星 幸好她还跟我接触不多 不然她会发现 这个女明星的照片 我还是一周一换 我觉得这两个小姑娘 以前上学的时候 已经特别认真 从来都不挽住八卦新闻 后来呢 你有跟他们解释吗 本来想算了 但是呢 又觉得自己的形象 不能受损 正好吃完饭 在门口碰见他们 我会跟他们说 手机桌面 是我老婆 余总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乔小姐 其实我是 从小看您电视剧上她的 谢谢 谢谢你从小到大的支持 不用 不用 行 那我带她回去地名馆 好 小张同学这么傻乎乎的 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啊 不过像你这么欠揍的人 都能找得到 她应该也不难 女朋友 你是不是看过结我了 我都找到老婆了 好优秀啊 不错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辆车来接我啊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辆车来接我啊 接到什么就什么 来 你这里有监控吗 干吗 干吗突然停车啊 干吗 你问有没有见空 不是这个意思 是有点这个意思 干吗得会这么快 所以到底有没有见空啊 当然有啊 我们保密他会 反正是保密他会 这个酒店主要是让给工作人员住的 大庄房有限 所以呢 我就让给其他同事了 你等着休息会儿 我去开几个会 嗯 晚上呢我把床搬一下 搬床干什么呀 这会不会太明显了 你们这儿有人打扫吧 只要明天白天进来 看两张床合在一起呢 这都尴尬了 没合在一起 会不会更尴尬 你尴尬啊 我还好吧 那现在搬吧 还来一起 别别别 其实我这么瘦 一张床也不耽误了 嗯 来 来 好像是可以啊 嗯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